哈哈哈哈 啊有那個iPhone可以這樣拍嗎 好可以嗎 對啦這樣開始了 這樣開始了來 我們現在位置在台南市的做有禮宿的美雞齁 美雞以前在賣美 雞裡面又是Party那雞 美雞現在叫新美雞 這間叫做38番 38番齁 38番齁 很有名 所以現在呢我們1234齁 四處在實況轉播齁 現在要說的故事是什麼呢 這個女人齁要記得這件事情 不用錢的兄弟齁 如果有小姐送你不用錢的咖啡 不用錢的韓國 不要隨便吃 各位小朋友知道嗎 對 我們就是當年齁 一個女孩子一直送不用錢的咖啡 我當時洗禮 聽說洗禮 因為不用錢 我們就一直喝 喝冬天之後 人家懷疑說一定要假禮的時候 你就很難解決了 所以很好吃 所以我相信 我所實在 我很尊重的一個長輩 叫做漁夫大哥齁 林葵佑先生 這名叫做 林葵佑 葵佑 他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 他的選擇應該也是有所不同 來我們同情再講來 我們現在這個 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叫做漁夫 這個王弟 今天要爆料 要爆料 有關於他跟他太太的故事 來 繼續來 我要爆料 邱瑞瑞的頭髮真的是真的 他把他 我說這是真的爆料 他都把他頭髮擋長剪下來 去做成夾髮 裝在上面 說他頭髮是真的 部位不一樣而已 對 那我跟他講 現在王經允要說 為什麼的招牌 我現在講 講那個男孩子 十五個小孩 人生的大道理 我要先從我尊重的長輩 林葵佑先生說起 現在是幾台在直播 有一個漁夫 三 你要去嗎 四 五 五隻在拍 這裏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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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裏又有一隻 來 開始 來 講 這個漁夫大哥 想當年年紀小 如果開始再重來一次的話 是不是這樣鑽點色啊 我們不曉得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講 各位小朋友 這笑話啦 但是喔 人生有很多東西不用錢 但是不用錢 常常是最貴 比方說 有人不用錢 讓你吃紅肉 你不要這樣殺就吃 有人送你不用錢的咖啡 你也不要拿著就喝 我曾經就是喝免費的咖啡 喝了一年多 鑄成了一個悲慘的命運 就說 人生女兒 聽得到嗎 有啦 他現在這裏看得到 因為咖啡不用錢 吃當晚之後 發現不是公司的福利 我一直原來是公司的福利品 還發現不是之後 人要死多了你 你就要付錢了 那雖然結果還算圓滿 我們要充滿了耐心 跟愛心 來化解這樣的僵局 下次要記著 不要錢的是最貴的 這裏故事 各大報都已經有看待 連郭瑤琪都寫在網路上 郭瑤琪的可信 應該是相當的高 所以義兄所說的 都是真的 沒有 曾經你們 曾經你們 曾經你 曾經你 曾經你創意 節目沒有這裏事 沒有 他會信任 他這裏事 所有的人證都還活在世界上 還沒有死完 他會信任嗎 他會信任嗎 所以本來我們現在還可以保持自由 漂白的人心 但現在過著被拘押 但是幸福的快樂生活 還是不錯 那為甚麼的 會生這麼多 那就是 身體好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 你要說什麼 沒有 你要說什麼 哈哈哈哈 身體好 鑽 鑽鑽也不錯 鑽鑽也不錯 鑽鑽 那現在要整整幾個了 喔 現在要拼不可以 喔 拼不可以 喔 你看 這裡還有一隻魚肉 你看看 這裡還有一隻 這裡還有一隻 喔 肉串 這裡還有一隻肉串 哈哈哈哈 不用錢的最多 你要看哪三個出來 這跟蘇維說 兩顆而已 希望你沒有看到 伊雄這段影片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